对于8090后的小伙伴来说 玩电脑游戏应该是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刻了 小时候父母为了防止我们成立游戏 只允许用周末的一到两个小时来打游戏 所以童年时玩过的那些游戏都成为了我们最珍贵的记忆 现在回想起来还别有一番味道 对于热爱汽车的我们来说 最爱玩的当然就是赛车类其所游戏了 本期LA频道科目期将给大家盘点10款 从看到欢迎界面就开始内流满面的赛车游戏 还记得自己玩过的第一部竞速类网游是什么吗 忙一猜会有人说跑跑卡丁车QQ飞车 在这些游戏面试之前 国内已经有一款非常火爆的赛车题材网游 叫疯狂赛车 作为中国第一款自主开发的竞速题材网游 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毫无门槛的上手难度 让疯狂赛车成为了80后印象最深刻的赛车游戏 在那个连跑跑卡丁车国服都还没开放的年代 它是国内最早能玩到的竞速题材游戏 疯狂赛车是盛道网络在2005年推出的一款3D休闲类竞速游戏 玩家可以在比赛中随机获得各种道具 并通过这些道具来争夺领先的位置 游戏开发的目的在于盈利这点无可厚非 但在疯狂赛车中用人民币购买的车辆在普通车面前是无敌的 无论技术再怎么好都不可能超越人民币车辆 造成游戏里贫富分化严重 因为游戏的不公平 所以开普通车的玩家慢慢开始推出 人气自然就下降了 没人气自然没有盈利 弯服便是板上钉钉的事 尽管疯狂赛车在2008年推出过第二部作品 但面对QQ飞车和跑跑卡丁车等众多对手时 表现了力富同心 最终他在2015年5月20日正式官服 一款陪伴童年的游戏从此退出市场 好在粉丝们对疯狂赛车回归的呼声足够大 所以原项目的负责人决定在2018年发起一次复活行动 人是盛大时期的原班人马 只拨换了别家公司接牌而已 目前这款游戏已经开始了内测 想怀念一下青春的小伙伴 可以下载疯狂赛车怀旧版去长城赛道狂奔 游戏厅相信大家都去过 可惜小时候因为没有零花钱 所以只好看大人们完全黄 三国之战的阶级游戏 而在游戏厅里 总有一脚是属于爱车的小伙伴们 只要投入三枚游戏币 就能与AI或者与周围玩家进行PK 选择一台自己喜欢的车辆 再挑一副地图 以最快的速度冲下秋明山 或用最短的时间在弯暗线上战胜对手 几轮下来你就会发现 自己的小辛苦瞬间破产了 即便你从没看过头文字D 1M Mina等影视作品 但类似的幻影界面你一定见到过 极易上手的难度 根本不需要玩家会开车 任意转动方向盘 狠狠地踩下游门 就能获得莫大的快乐 刚开始玩的时候 根本分不清哪台是30ECO 哪台是巴伯斯STY 也许正是因为街机玩多了 才会对那些JDM车型印象深刻 或许喜欢JDM 就是从这些街机开始的 在介绍这款游戏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游戏的明星代言人 永赖利子 作为山崎赛车的第一女明星 她的形象在大家心目中可谓是无可替代的 只要是有关于她的服饰 模型等商品一经发布 就会被她的崇拜者一扫而空 可别把她误会成爱情动作偏离的女优 因为她只存在于虚拟的世界里 1994年首部山崎赛车在PS1平台首发 既然是赛车游戏 速度感的营造变得非常关键 毕竟这是款娱乐游戏 谁会在意车型是否真实 物理是否遵守牛顿定律呢 最重要的是玩得爽 显然山崎赛车做到了 在合适的位置飘移入弯和出弯 关键时刻在按一发氮气加速一起绝成 游玩过程中不需要记得准确的刹车点 也不用担心遇进客金的人民币玩家被虐得体无完肤 它所带来的就是纯粹的体验速度 体验快乐 这辆会变形的出租车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这是电影《低视速地》里的主角 那台疯狂的出租车 无下限的黑自己国家的警察 让不少小伙伴从片头一直笑到片尾 在游戏中 这样疯狂的出租车也同样存在 1999年 世家公司开发了一款名为疯狂出租车的竞速游戏 在游戏中 你可以尽情无视交通规则 只管疯狂的飙车 疯狂的赚钱 游戏里的操作也非常简单 只要有一点游戏基础都会玩 在游戏中 玩家扮演的是一位 只知道前的出租车司机 在路上接到乘客后 把客人送到指定位置 乘客上车后 车子的正上方会出现倒计时 且时间非常短 这就是逼着玩家要做出漂移 超新道等危险驾驶行为 刀片超车 高难度飞跃等危险操作 不仅不会扣分 而且还会让乘客兴奋地站起来欢呼 这样一来 玩家就玩得更刺激了 本座在出租车司机的角色中 融入了马路杀手的元素 让玩家大呼过瘾 尽管乘客们去的地方普遍不远 但如此刺激的体验 还是让不少玩家爱上了这款游戏 接下来介绍的这部赛车游戏 就厉害了 粉丝们评价它为最真实的赛车游戏 如果不是前面下意识提醒了一下虚拟与现实 可能真的会信以为真 这款游戏名叫GT赛车 或许不应该叫游戏 而应该叫赛车模拟器 只要配套上持续方向盘 简直就如森林情景一般 GT赛车是索尼发行的一款赛车游戏 该游戏始创于1997年 至今有20多年历史 且仍在不断推出续作 系列全球总销量累计突破9000万套 GT赛车拥有兰博基尼 奔驰 丰田等著名汽车厂商的官方授权 另外还有WRC 乐芒 Super GT赛车的官方车辆提供玩家选择 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 除此之外 GT赛车还收纳了全球50多条真实赛道 再加刷纽北已经不是梦 真实的物理反馈 超高的画质 如果你喜欢玩赛车模拟器 这款游戏你一定不能错过 前提是要有一台PS平台的游戏机 极限技术作为Export平台的独占赛车大作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跟索尼的GT赛车斗 从第三代开始 不论是从画质还是物理真实反馈 都已经和GT赛车平起平坐 在这款模拟游戏中 玩家可以选用自己心爱的名车参加赛事 并通过购买升级零件来提升赛车等级 使得赛车在赛场上有着更大的竞争力 游戏里包含60多家汽车制造商授权的车辆供玩家选择 真实存在的车身包围套件都可以让玩家在后期进行改装 为了让玩家有最真实最沉浸的赛车体验 极限竞速还提供变速箱持笔调整 胎压调整 前后轮轻角调整的参数设置 连点赛车支持都不一定能调整得非常好 目前极限竞速系列至今已经出到第七步 除了XBOX以外还支持Win10系统 对PC玩家来说相当的友好 如果觉得极限竞速7太难驾驭 还可以考虑买篇娱乐版本的极限竞速地平限4 超大的开放世界被车迷们戏称为观光游戏 同时它独自的拍照功能 又让它有着赛车题材拍照游戏的称号 手机游戏在黑白屏的那个年代就已经诞生 像俄罗斯方块、贪食蛇等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在黑白屏时代结束后我们迎来了彩屏的时代 在父母的诺基亚手机里 时常能找到机关好玩的那只游戏 其中一款就是狂野飙车 狂野飙车是由Gameloft开发的一款竞速类游戏 该系列于2004年11月15日开始发行 至今已推出了九部之多 从以前的赛班系统到现在的安卓苹果系统 狂野飙车在历经了几步的更新换代后 成为了不少汽车爱好者手机中 一不可少的赛车游戏 作为一款娱乐像游戏 狂野飙车的画质与童年代的作品相比处于中上水平 游戏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非常容易上手 对新手玩家非常友好 值得一提的是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做出一些极为炫酷的特技动作 牛顿要是看了棺材版都摁不住 如果你把狂野飙车玩腻了 想接触一些稍微拟争一点的掌场飞翅游戏 那么真实赛车你一定不能错过 首部真实赛车在2011年面世 由游戏巨头EA发行 第一部和第二部均只为iOS系统开发 而到了第三部才开始面向安卓市场 登陆安卓市场后的真实赛车3 凭借高质量的车体建模和赛道的场景制作 俘获了一大批热衷于真实风格的用户 再加上游戏中令人上瘾的生涯模式 更是让玩家爱不释手 在生涯模式中 玩家扮演的是一名普通的车手 车手买车需要时间来等待新车到货 改装升级赛车也需要等工时 当然维修自己的赛车同样需要等 如果想要加速这段等待时间 就必须要花费游戏里的金币 尽管这是这款游戏里的一大槽点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 为这个游戏条闹中提醒自己的行为 有过这样操作的小伙伴 请在弹幕上敲衣 随着键盘车身的成长 不少小伙伴会入手一套赛车模拟器来玩 鉴于硬核的竞速模拟游戏门槛太高 很容易被劝退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一款 过度兴致的真实感赛车游戏 Eden Games推出的无限试驾系列 正好可以满足这类玩家的需求 无限试驾系列的取景 均选自真实的世界场景 通过卫星拍摄的照片 精确呈现了当地的地形 以给人实地拍摄的感觉 虽然算不上顶尖的模拟游戏 但它在娱乐性和真实性之间 有着很好的平衡 玩家可以在集市中装扮自己 也可以购买自己新银的跑车和房产 相当于能赛车的模拟人生 第二部无限试驾中 Eden Games大幅加强了网络呼吁的功能 除了常见的联系比赛外 还可以邀请朋友来自己购买的房产做客 与此同时 玩家还可以组建自己的赛车俱乐部 以俱乐部成员的身份 在全球进行比拼 除了强大的互动系统 最吸引人的当然就是车了 只要在游戏里有足够的钱 玩家就可以买到许多 在现实中可能永远也买不起的车辆 如科尼赛格CCX 物加迪威龙SS等 不过在有足够的能力开这些Hypercar之前 可得小心驾驶 因为游戏的拟争效果 导致撞车后会有车损 而修豪车又是一大笔消费了 欧洲卡车模拟 是一款由SCS Software研发的模拟经营类游戏 玩家要驾驶卡车完成货物运输任务 并通过购买更多的车库 卡车和雇佣更多卡车司机 来组建自己的物流帝国 可这跟竞速有什么关系 看看这时速 再往往后面载着几十吨货物 这难道还不竞速 超速罚单都快扣完整套货物的运费了 当然啦 把欧卡当作竞速游戏玩的小伙伴 我想应该只有小部分 但也有不少玩家 给欧卡打上了千匹卡车MOD 配合上强化后的车桥和变速箱 大家不妨再猜 这大块头破百需要多少秒 除此之外 欧卡2还有另一个非官方版本 叫遨游中国 玩家只需要下载相应的中国MOD 并添加到游戏中 就可以体验在国内驾驶大货车运输的快乐 逼真的城市道路 真实的两滴运输时间 精致的国产拖车建模 让玩家能沉浸式地扮演三通逆达的运输司机 并运送各种物品到中国各地 顺便还能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除了以上提到了这十款竞速游戏外 还有太多太多经典的赛车游戏没有被提及 像GTA画幅都落成黄标 拥有上帝视角 能够随意切换灵魂驾驶车辆的车神旧金山 还有模拟赛车平台都在用的神力磕沙等 大家可以把自己在游戏里的有趣经历 打在弹幕上一起分享 如今的金苏勒游戏画质是越来越好 迷震度也越来越真实 不过我们能玩游戏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不知道等到我们退休在家养老时 这些游戏还有多少部能为大家记住 当我们从床底拿起尘封的PS游戏机和游戏方向盘时 可能因为年纪大反应迟钝 无法再做出华丽的飘移动作 或许那时候的屏幕画质已经突破20K 用来显示这些老游戏时 分辨率已经严重到极 可每当看到这些熟悉的欢迎界面时 也会不禁连下起童年的那段回忆 如果这期视频能让大家拾起那段美好回忆 请点个三连加关注 并将本期视频分享给那些 曾经和自己在游戏里并肩作战的好朋友 如果条件允许 上后再好好玩一次赛车比赛